HELLO,我今天會做缽仔糕 材料很簡單 有這個煎米粉 有這個燉麵粉 一條的蔗片糖 還有紅豆 紅豆我首先浸過夜,浸了一晚 它就不夠軟的 我就把它蒸大約半小時 或者蒸到它夠軟為止 首先拿個煲 放一杯的水 和一條的蔗片糖 來煲熱它 將蔗片糖溶解 蔗片糖溶完之後 可以關火 然後攤凍 現在就將 3盎司的煎米粉 和1湯匙1湯匙的燉麵 混合在一起 拿個碗 用3盎司的冷水 就混合在剛才煮滾了的蔗片糖水 將這碗蔗糖水 倒入這些 煎米粉和燉麵 煎米粉和燉麵粉和燉麵粉 放入這個涼杯 然後預備去蒸這個缽仔糕 首先下鍋 放水 開火來蒸 將3個碗放入這裡 把紅豆放入碗裡 把紅豆放入碗裡 我首先把粉漿 放入涼杯 以方便去倒入碗裡 蒸大約3至4個字 用大火蒸 蒸了20分鐘 可以拿出來看 紅豆瓦仔糕 喜歡吃瓦仔糕的朋友 記得 Like這個片段 和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 記得 記得 哈哈 好 打開 對 嘴